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量能始終不出 輪動的速度 我昨天就講了 他就如同挪炸的烽火輪 輪動的真的非常的快 你今天追這個 明天開高下來了 你今天追這個 他有序長的人力上面來講話 你還能夠偷笑 所以他在快速性的 輪動的格局之中 你心中自然要有一些的定見 你本身來講話 你要有割稻草的一些的策略 或是播種的一些的策略 以今天而言 你看台北股市的量只有2145億 這怎麼會夠 這一定是不夠的 所以他就突然性的一個拉尾盤 這應該跟台子期結算完之後 突然的往上拉 它是有關係的 我們在昨天節目也談到說 KD指標在高檔 它跟KD指標在低檔 它不一樣 KD指標在低檔 基本上而言 在當時候很多偏空的人說 這個反彈是假的 只是一個反彈 其實KD指標它只要在低檔 是指標20的超賣區以來 它其實反彈不需要有量 但它一路以來的反彈 反彈到指標80的時候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它就必須要有量 它才可以頓化再攻 假設它沒有量的格局之中 它就會像今天這樣子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然後續航力道裡面來講的話 它就明顯的不夠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定要記住 量說 量說 你要去追高高在上的個股嗎 不用 如果你要去做 你能夠去做追高的 我剛剛就講說 它是在底型確立 第一次突破頸限 那個大抵完成的時候 那個時間是可以 可是現在大抵完成的個股 它一般而言 你可以用追高的方式 它必須用長線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現在台北股市 它分成兩種 有些個股是高高在上 漫步在外太空 有些個股是基本面 誰不知道 看空的人 放空的人 不是都應該知道 甚至你做多人 都應該知道 這基本面的一個庫存的整理 會到明年上半年 這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它跟我們在之前 12月在講 1月在講 2月在講 我說會有庫存的調整 會有景氣上面的下滑 它來自於2021年的 激起太高 PC手機 NB資料中心 PMIC都是一樣的 所以2022年才會多空雙向 當你現在全市場的人 不管你做多 不管你做空 都告訴你 基本面是下滑的 都告訴你 庫存的調整是到明年的上半年 請問這有什麼好講的呢 你又不是市場上面來講 先知道的領先者 你只是跟著市場上面的 一個風向球的人而已 這個叫後知後覺 這沒有什麼 可是問題是來了 難道美國的經濟就好了嗎 沒有吧 難道中國大陸的經濟就好了嗎 經濟好會因為他的經濟大幅的不如預期 然後開始去做什麼 變相的降準降息嗎 大陸最近又有一次 人家股市還被照漲 美國也一樣 因為整個一個所謂的CPI 核心物價指數 它已經從9點多降到8.5 預期9月份不會像6月份跟7月份 一次升三馬 一次升三馬 已經不會了 美國股市它還反彈到半年線以上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自己要是瞭解到 你的操作的邏輯是什麼 你是要做長 做長你就要去選低檔個股 低檔個股打大底 剛剛完成大底 雖然你會很辛苦 來來回回 它才會把所有的均線去做扯平 可是那個 你有機會買到長線的大底 不然的話你就是選擇趨勢 趨勢是向上的個股 做多到什麼 轉落為止 這就是兩種不同的邏輯 另外一部分你要配合到你的策略 配合到你的策略是什麼 現在的KG指標就是在高檔的過熱區 而且每一天裡面來講話 它都越來越高 現在已經到95了 它不可能KG指標永遠在高檔 它勢必要有所修正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第一口說量縮你不追高 除非我剛才講的 它是在長線打大底 剛剛完成大底的 那種你用時間可以換取比較大的長線 波段的空間 不然的話 在量縮的格局的過程之中 你就變成什麼 你不能夠增加持股的比例 你必須要有買 要有賣 不然的話 蹦一身拉回 你會很痛 我就跟大家講 隨便做個舉例 我跟大家 四十幾塊錢你不去買滑通 四十幾塊你不買 52.3到昨天為止 對不對 你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動一身 它突然一根下來 去補疊一下 那你怎麼辦 所以我說一些價值型的投資的個股 它不是在相對的低位階 你就要等它什麼 這一根下來之後 你再來看 就像在之前裡面 大家在講起積 不是起積 3596的致意 說第二季財報不如預期 它如果沒有這一根下來 你哪來的空間 因為它本來就是網通概念個股 它的股性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53800的中壘 它如果不是被置意 碰一根帶下來 它哪來的價差 我就跟你講105以上 你這個時間點 你要大賺錢很困難 拉回你才有機會 所以你的操作的邏輯 自己要去想好 這個時間點只要是量說 你不追高 你要保持一定的持股比例 不要增加 下面買一張 你這邊就是一張 你不要下面一張 上面是10張 之前40幾塊錢 滑通買一張 50幾塊錢滑通買10張 這樣是不對的 也就是KD指標在低檔 你要買多一點點 這樣的話不管短線上面 不管中線上面 你才能夠賺錢 隨著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因為你的KD指標還是這麼高 你怕它東一升 高檔的個股就會補跌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保留一部分的現金在手上 等待KD指標的修正完成 這是我建議大家的 你說你現在都不去買股票 萬一你就像現在的個股 就像美國股市 我就隨便給大家看美國股市 每一天都說高 咚咚咚 年限了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台灣股市你都嫌高了 美國股市的倒球已經到年限了 你怎麼辦 那NASDAQ過了半年限 咚咚咚咚咚咚 休息一下 喝了又上 對不對 那也一樣 他已經像所謂的年限 只剩這樣子就到年限 費半的指數又來到近期的高 他通過了半年限 距離年限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自己要去思考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都不去進場 萬一像美國股市呢 人家是一個兔子 不管怎麼樣我們雖然是烏龜 但是我們總是在追 你都要錯過這一些 你講的一些基本面的問題 什麼庫存的調整到明年上半年 只有我們台灣有 怎麼可能 這個景氣上面一定是全世界都一樣 那美國股市在漲什麼 你回答我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過程你一定要去留意到 我們說你這邊裡面來講話 你的邏輯 叫留意 就是說你現在雖然短線漲多 但是你中線就是多頭 他就是多頭 那你現在裡面來講話 就像我剛剛給大家看 假設你看美國的費半指數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 看一個比較大家就懂我的意思的方式 來跟大家講 你用怎麼樣的方式來去看 你看他在之前裡面 他在高檔 他不可能永遠都在高檔 他有時候就咚 他就會修正一下對不對 那修正一下 這個中線上面他一定是多頭 他修正 短線轉落 一修正 修正到什麼 越際線 有沒有看到 越際線 那就是你中線上面 再進場的好時機 那如果中線上面是進場的好時機 你又保留現金的部位 他在這邊又交叉向上了 你不是又可以進場 他們都曾經有修正 這邊有沒有 這邊都有去做一些的修正 那就是看投資朋友 你能不能夠去體會我今天說的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庫存調整 到明年的上半年 在這個市場上面最早告訴你 因為通貨膨脹 會影響到消費性的需求 會影響到訂單 我在什麼時候就跟大家講 然後你現在才告訴我說 庫存的調整基本面的不好 會到明年的7月 那沒辦法 因為你已經是去落後了 你現在能夠去做的 就是追上腳步 所以我剛剛已經告訴你 就是說你中線上面的多頭 沒有改變 那你如果短線上面 深一下 這樣震一下 可是月季線沒有跌破 那也是你的機會 那你是做短的人 就是深一下 交叉向下你可以短賣 可是他如果又交叉向上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做進場的動作 那外資齊選線 台幣是貶值的 你就別想他了 OK 你在這邊裡面來講 就別想外資太多 你要嘛就是 去嘎一下外資的借券 外資借就很多的 你看最近的什麼面板 貨櫃 成熟製程 台積電 你都可以嘎他一下 嘎他一下 他就會補一下補一下 但是你要長期來嘎這些借券 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因為外資的手背是很粗的 在最後的時間點裡面 你留意超額利潤 就是價值被低估的 或是下半年比上半年好的個股 這就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我們在今天裡面來講 的話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我也知道大家 面對指數一直漲一直漲 要嘛就沒有跟上 你看融資就曉得了 融資的水位到目前為止 幾乎是沒有出來 幾乎是沒有跟上 在這邊 融眷有些人認賠 但是還是在相對的高 那你現在到底要選什麼 因為KT指標真的 真的比較高了 我會建議大家 選一些低位階的 長期上面它是有故事有題材的 這樣的話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譬如說這一檔個股 今天我新介紹這一檔個股 你來看一下 這都是腰斬過的股票 我幫你選都是腰斬過的股票 腰斬 腰斬過股票 沒有錯吧 腰斬 那剛剛來講的話中線是翻多的 那它的什麼題材呢 你現在買 你比一個上市櫃公司 非常棒的一家公司買它更便宜 那為什麼更便宜 因為它現在的股價呢 比那個家上市櫃公司 私募它 私募它的價格 還便宜了好幾十塊 那你認為這一家上市櫃公司 這麼知名全世界知名的公司喔 去私募它 將來裡面來講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合作 這一家公司有沒有機會呢 開始呢 成為浴火的鳳凰 當然是啊 因為那家公司裡面來講非常的大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能夠去了解到 一家公司願意用很高的價格 應該不能說很高啦 比現在的價格高 去私募一家公司 而且私募是短期 大部分三年內是不准賣的 然後這一家公司呢 又去執行的庫廠股 現在還是很差的時候 整個一個電子產業的基本面 還是很差的時候 又有公司拭目它 又有執行庫廠股 那它的機會到底在哪裡 你買這一檔個股的長線上面來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機會 這就是你該去做思考的 所以鼠方在這個過程之中裡面 幫大家考慮了很多 我也知道大家可能錯過了這一波 我們在之前跟大家講 萬事國安基金心裡有你 你一直都不肯買 一路到現在呢 已經漲到了季線 可是你漲到了季線 人家美國股市已經到了半年線跟年線 你有時候不卡位 你一路以來就被尬了空手 被尬了空頭 甚至連萬一支的借券都被尬 所以我覺得在目前來講 我純粹非常的尊重空方的勢力 我在昨天也講了 空頭如果被尬 它也會適度的往上再放空 要把你打下去 這我都懂 可是在這種過程中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點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一些的產業 為什麼這個巨人會買這一家公司 你又能夠比這個巨人買到的價格更低 我覺得你的機會就在這裡 因為基本上私募的價格 未來一定會過很多 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法則 一定會超過很多 會讓那一家公司賺很多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裡面 你如果能夠去了解到 雖然短線上面漲多 但是你從長線的眼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下半年的贏家了 你是長線的一個贏家 所以在這時間點 我們就慢慢開始推出個低基期 低位階的個股 你在這邊裡面 你就不用擔心短線上面的漲多 如果你要跟上屬方 這樣子的一個邏輯跟操作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這一家公司裡面來講的話 它就是穿戴式裝置上面 它會運用到的一項的產品 所以它也是元宇宙下面的一個概念 它之前主要的運用 就是我剛才談到的穿戴式的裝置 跟什麼 跟所謂的筆電 商用的筆電 我說現在很不好 因為商用筆電不好 當然營收裡面來講的話 能見度裡面就下降了 庫存的調整可能到明年 我就問大家 請問威盛在漲什麼 宏達電在漲什麼 姑且不論這些的公司 這家公司的上半 你就賺7塊多 它也是穿戴式的裝置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跟大家講 它一個新的產品 新的全新的產品 在未來可能就要放量 這個放量的一個動作 它是運用在汽車 汽車車用 智慧車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這時間碟裡面來講的話 我剛才也談到了 台灣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講出來 大概有玩股票的人都知道 他買它用一股300塊錢買它 拭目它的價格300塊 它現在價格沒有到300塊 因為碟很深 腰斬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而言 你就知道 這家公司裡面來講 如果這家公司 那麼大的一家公司 而且這家公司 是跟NB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跟手機有關係的 官司丟一些訂單給它 這家公司就吃得很飽 會撐出來的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只要去留意這樣的一個現象 加上它打入到車用 它已經不是再是純NB的個股 如果你是車用的部分 你今年上半年7塊 今年就算你10幾塊 然後再過來未來裡面 元宇宙的概念 車用的概念 元宇宙的概念現在是幾倍 根本都算不出來了 像我在之前跟大家講的 元宇宙概念個股裡面 我們有買的 這樣子上來這是幾倍 這是幾倍 更不用說沒有賺錢的宏達店他們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自己要去留意這樣 這個都是價值被低估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是 實際上面打入到車用的訂單 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而且位階 長線的位階這麼的低 你給他抱著 現在股價腰斬 你抱著 你將來裡面來講話 當然就有一定的機會 賺到比較大的錢 我昨天談到這一檔各股 這一檔各股 之前股價腰斬 不只腰斬 啪這樣跌下來 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對第三季的展望性 他給了法輪不確定的因素 就跟當時候的星星 法輪說 你一定要說你第三季成長5% 你就是不說我把你砍死 變成是這樣 他就是說他的第三季 因為訂單的能見度上面 沒有這麼高 就啪啪啪被砍下來 可是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他的訂單的能見度 由於在工業用的電腦 叫做IPC2 還有所謂的伺服器 新的一個應用平台要出來 所以他又重新開始去做啟動 重新去做拉貨 那你說你的獲利 跟你當初的預估值 你差距不大 可是你的股價是歷經的腰斬 那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客戶又重新啟動 你現在本益比連10倍都不到 那你有沒有一定的機會 這家公司裡面過去來講的話 不是只有10倍 15倍以上 15倍以上的本益比 那你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你又重新啟動 那你的獲利的空間就很大 那再加上我跟大家講 跟我剛剛介紹股票一樣 這是不是在長線上面大底的股票 都是長線大底的股票 那你有一些的耐心上面而言 第一個你不用管它 短線上面的漲漲跌跌 你有耐心一點 不然的話就來來回回做差價 你有耐心一點的話 搞不好你都可以 爆到什麼 波段上面的獲利 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市在最近的確量縮 不適合去做一些的追高 像我們跟大家講的 你看我隨便舉例 楊明光昨天是跌的 今天是漲的 對不對 3491的森達科 昨天是創下近期的新高 177.5今天是拉回的 所以你在最近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要知道有些的個股 它的拉回是你的機會 而不是漲上去 才是你的機會 除非它是什麼 我剛剛就跟大家講 它突破頸限的個股 你才可以用折強式的買進 就像我昨天在講說 生技個股強不強很強 不過今天裡面來講 也滿會震的 我已經沒有保齡附金 我都講得很坦白 我已經沒有保齡附金了 1795的美食我也沒有了 我都跟大家講得很好 我也沒有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操作這一個股 你是算得出來 它的EPS 它的獲利 請問其他的 你算不出來的怎麼辦 你自己要去想想看 當時候的合一是怎麼來的 當時候的耗鼎 中域 它是怎麼跌的 我給大家看 是這樣子跌的 你買生技個股 你自己要知道 因何而買 因何而賣 因為很多的新藥股 我真的沒辦法 我也跟大家講得很坦白 新藥股 那是看命 藥症能不能過 它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大概有幾件事情 你要去做留意 一個 在短線上面的漲多 你選擇整個一個低基期的個股 而且未來有故事跟題材的 你抱它一個大波段 比你殺進殺出會來得更好 短線上面的殺進殺出 會來得更好 不然的話你就選擇 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一個是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會好的 什麼低軌 衛星 太陽能 不然的話你就去選擇 上半年好 下半年也好的 這個是什麼 工業用的電腦跟什麼 跟網通的族群 生技個股就要看個人 有些是真的有賺錢 不錯 有些真的就是打題材性的個股 至於軋空的個股 很簡單你就是按照技術面 去做操作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了以我的個性 宏達電集團我不會去買對不對 可是人家就是打空 你說他沒有賺錢 然後憑什麼漲這麼高 你去做放空 你越放他越不下來 你又何必呢 你為什麼不等到他下來 你再來放空都還來得及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在股市之中跟所謂的一個 多頭跟空頭都一樣 多頭 18,500點買了 18,000點買 17,500點買 17,000就啪啪啪斷頭 對不對 龍券是比較困難 我說龍券一次放空要 九成保證金 漲漲漲漲漲漲漲很多 再放一次 再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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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再放一次 問題是明年的1月到3月你還是要補 那還不如在這個時間點跟著屬方 一起尊重市場的趨勢 區分回長線低基期跟短線趨勢的個股 調整你的投資組合 讓你自己有機會成為下半年的贏家 跟上屬方在未來裡面 全新低基期的操作 讓你自己有一定的機會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